能源立的第六式心来听法 这个第六式心最主要是强调生命 不是如来藏性 虽分别不做分别想 能自然的妙性天然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心 它最主要强调是生命执着分别 最主要是强调这个 你还是用那个生命 执着分别的源立心 就是第六意识心来听法 那么就把不生不灭如来藏性 又变成生命了 也就是以妄想分别之心来听法 换一个角度说 也就是以自我本位 以自我主观意识来听 来判别所听之法 未能先放弃自我 放弃自己的我见 也就是所谓真正的挖空心思 所以师父在讲这部 《愣言经》的大前提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上师 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法师 一切 无论你以前听过哪一个宗派 无论你以前亲近过任何一个道场 通通要听《愣言经》以前 通通要放下 要彻底放下 才能全盘地接受 《愣言经》的正确的思想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叫你放下 生灭意识心 不可以存在 以前 我那个师父怎么讲 我那个道场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另外一个上师是跟我怎么样 教化 这些通通要 叫你放下来 避免怎么样 那个卡在某一种 之间角度里面 然后《愣言大法》进不去 师父的用心就是这个 然后以纯净之心来接受 若无来的大法 师父也是用心良苦 也许叫你放下 一千所有的之间 全盘地接受 《愣言大法》 这持法 一元非得法性 若是以 原心来听法 这样所听到的法 也变成所原理之境 而有原理之气氛 不能得其法 只不生灭性 因为其来源是原理心 所以持法 也染上了原理性 现在用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戴着太阳眼镜 看世界 就是这样 戴着太阳眼镜 看世界就这样子 我们戴着很深的墨镜 看这个世界 都是暗的 这就是有名的 子月之子 手指的月亮 叫你看月亮 不是看手指 典故的粗粗 子 这比一如来的言教开示 月是比一听法人的本心 这比人 因子 当应看月 因就是由于 随着随顺 当应就是应当 那个人 就应顺着手 手指 手指的方向 而去看月亮 比 应顺着如来 言教 手指的方向 而反求自信 反观自信 所以记得 要在心性上下功夫 然后 才能够了解语言 的空无自信 记得要这样 才抓到根本 在语言上下功夫 这只是一个方便 语言就是要误到你的心性 所以诸位 听完了三章 十二步 不如一个放下的人 为什么 我现在放下 无所求 无所住 他就是佛 佛的心 就是这样 不管你听多少经典 佛徒通通要是 要叫你放下 我们现在 能够领悟到 这一层道理 用最急速的方法 就是彻底放下 就算其他经典 没有听到 你也懂得 佛的这一颗心 然后这解 慢慢来 所以先学习这个 放下的功夫 而且放下的功夫 要做得彻底 要做得很彻底 若父观止 以为业体 如果那个人 还是一直 只看着手指 以为那手指 就是月亮之体 四百零七 此人其为 王是月轮 亦王其子 其就是哪里 为就同为 子是 王就丧失 所以这个人 不仅是 丧失了月轮 而不得见 并且也丧失了 手指本身 因为将指作业 把指头当作业量 这手指已经变成 不是手指 另外一 另一 并且上失了 指这个动作的 一 指出去 就是要叫你看月亮 不是叫你看手指 也就是不解 持指之用意 持笔意 如来一切 法教 这一段 很是重要 如来一切 这些法教 就是指向你的本心 你看 所以为什么禅宗 大家 去那边 就是静静的 默默的 有一年的时候 再把你点破 一年要去做 就是心法 福法 就是心法 极为 是到我们 找回 自心本性 若不顺着 法教 而观自心 而只停留在 法教上 以为 法教 就是心 以为 法教 就是如来 最终的 一职 此人 不但 丧失 应可 寻回的 本心 而且 也丧失了 法教 之本意 其为王子 义父 不是 明之 以暗 所以这个人 不但王师 指的用意 而且还不能 识别明与暗 其心之暗 顿 颠倒 刻之一般 即以 肢体 为 以明性 明暗 恶性 无所了过 这承上 也就是 他把手指 当作是 有明月之性 然而 月亮是 发光的 而手指 并不发光 所以此人 对于明 与暗 这两种性质 一点 都不能了知 连明暗 都 分不清楚 比如来之言教 只是生成 并非不生不灭 而自心本性 才是 有不生灭性 发光 不了辞则 其以分不清 生灭性 以不生灭性 暗 与明 408 一贯 佛告阿难 罗登至今 善以原力 之第六四心 再听法 如是 则此 所听到的 法 也承然 有原力性 这如是 则此 所听到的 法 也变成了 然有原力性 原力性 就是能 所不断 而 如等 即非得其 本来 清静即灭 不生灭 之法性 这正 有人 以手指着月亮 来 示人说 你看 月亮在那儿 此时 必然 即阴 就是顺着手 指 所指的方向 当 应 看 被指着的 月 必然 弱付 只观 手指 而以为 那手指 就是 月之体 则此人 岂为 王师 所指的月轮 而不得见 亦且 王师 其手指 本身 何以故 以手指 所标指的 并非 并非手指 本身 实为 明业之体 故 此人 岂为 王师 指 之本意 亦 亦不能 识别 光明 至于黑暗 何以故 即使他 竟以 手指 的 无明 之体 作为 月明 之性 因为手指 没有光 把手指 当作是 明业 是不对的 所以他 竟以手指的 无明之体 作为 一名之性 一个是暗 一个是明 因此是 对于明 与暗 二性 丝毫无所了顾 阿难 奴役如是 连明跟暗 都分不清楚 心以事 也分不清楚 我法教中 手指的实意 你也不常 顺着 手指的方向 去看一看 经文 若以分别 我所法因 为如心者 此心 至因 离 分别因 有分别性 譬如有客 寄宿 旅宿 旅庭 站直 便去 终不常住 而掌庭人 都无所去 名为庭主 此亦如是 若真如心 则无所去 云和离身 无分别性 实则 岂为身 分别性 分别我容 离诸色相 无分别性 若是乃至分别 多无 非色 非空 巨色梨 等 魅为明地 离诸法源 无分别性 则如心性 各有所还 因何为主 注释 如果以分别 我说法因 为如心者 如果你以能分别 我说法的因身之心 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 就变成生命了 此心 自因 离 分别因 有分别性 这就是离诸 有自体性的意思 离开这个外城 有自体性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佛说法 不说法 它都是一直存在 无关于尘 无关于根 此心 自因离分别 因有分别性 这个心 自然应该 在即使离开 所分别的因身之时 因身显现 它可以作用 因身不显现 它也做得了主 它还是存在 人自有能分别之体性 因为 为什么有 如来葬行 为什么有能分别之体性 因为它能作用 要不能怎么奇妙用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 六成做佛事 就是奇妙用 而 仍然有能分别的体性 就是它能奇妙用 就强调这句话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离成有自体性 410 譬如有 克 祭树里田 站直 便去 中不常住 克 是比六四忘心 里克 住树 站住便去 比六四忘心 原成而起 成面 四一面 念念不住 这道理很简单 诗则起为 生分别心 诗就是此 指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岂止现于 原生 而有分别之心 是如此 意思是说 不是真心 它是离成 无自体性的 忘事 是因为生而起的 生起意识起 生灭意识心 那个现成的意识心 就没有了 无量即来 就是熏习而成的 变成一股习气 变成种子 变成种子 这离成 无自体性 分别我容 离诸色相 无分别性 容就是容貌 甚至连因分别我的容貌 你看到如来三十二相 那个庄严 就是你看到的 那个心 啊